交通部觀光局執導中華民國郵城規劃實際協會主辦的觀光經營杯全國郵城實際競賽 是全台規模最大的郵城競賽 今年總共吸引了221隊參加 經過初賽選出80隊晉級總決賽 總決賽以線上形式進行 大業大學來做一個合作 那現場呢大家也可以看到 這個現場不管雖然今年的比賽是線上的競賽 由於疫情的關係 我們這數百年的競賽呢 我們在今年改成為線上的模式 但是大業大學在數位觀光的領域上 也表現得非常的不凡 有很多現場直播或者是一些數位的媒體的操作 都配合得非常的流暢跟順 大大學副校長夜中心表示 觀光系秉持培育新世代數位旅遊智慧觀光 觀光產業人才的教育目標 深耕觀光產業 不止於產業界攜手培養觀光旅遊專業的人才 更連續多年舉辦高中指遊城比賽 鼓勵年輕學子認識台灣 透過遊城設計推廣台灣 這是一個回答感謝有這幾位同在的機會 第二東西在線上84組全國這一個 跟觀光有關的學習的老師跟同學 我有一個心得跟各位分享 雖然這兩年的疫情 這個看起來的觀光流也好像不止到發展 但是每一個產業到一個極限的時候 它就有反彈 在明年各個國家把這個藝門 這個火門打開的時候 我想那是因為國光流也在重新復活的一個時間 那麼我們很榮幸的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是出賽的場地 但今年我們爭取到了決賽場地 那麼我覺得看到同學們每年都為這個比賽 還有能夠做準備 其實心裡非常的開心 那麼希望說透過這個活動 我們能夠提升大一大學觀光旅遊學系的能見度 雖然疫情對產業帶來了衝擊 但卻也帶動國內在地裡有了成長 今年的賽事特別國旅為主軸 邀集高中指學生 大學生發揮所學及創意設計遊城 結合台灣茶產業或花味特色與在地觀光的資源 帶領大家看見台灣之美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